途經一個黃昏市場 所以停車下來看看 要進來逛當地的黃昏市場 1-120 南瓜這麼大 好誇張喔 是這個涼拌的雞腳 你看你們猜猜這是多少價位 來好 這個房間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這麼大 我們在樹可泰的歷史公園出來 途經一個黃昏市場 所以停車下來看看 要進來逛當地的黃昏市場 現在的時間是 泰國時間三點半 下午三點半 就有這麼多人的黃昏市場 有鴨肉耶 哇 好熱鬧喔 這個鴨肉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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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 四分之一 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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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 三、五十 然後鴨肉 一百二一共是一百七 一百七 我給他了 我給你算 他直接幫我們涼拌太好了 魚露 這個是大蒜水 糖 沒有 他把那個配料分兩包一包 這個是檸檬嗎 是開水 那現在 水而已 這樣沒什麼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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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什麼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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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 不要要勉強 我還要來試試看嗎 試試看 逛市場就是爽 這邊有市紙 當地的市紙 蘋果 兩公 這個一公斤 二十五 烤雞蛋 都是肉 都是炸的 還有烤串 還有烤鸟 糯米飯 都是肉 都是炸的 還有烤串 還有烤鸟 糯米飯 雞蛋 菠蘿 歪頭魚 當地巴勒 泰國婆郎 香蕉煎餅 香蕉煎餅 鮪鰍 鮪鰭 鮪鰽 鮪鰭 鮪 鮪鰍 鮪鰭 鮪鰹 鮪鰭 鮪鰅 这个是猪尾巴 猪耳朵猪脚 猪头皮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木鸣里面有包花生还有蒜头酥 里面还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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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菇 香肠 西龚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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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这么大 好夸张哦 好夸张 好夸张 香肠 好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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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 一包玉米才二十株 好像有三根 比我早上在南邦买的还便宜 这个市场很大 你看这么多歪头鱼 我们绕一圈可以绕出去 这个都是歪头鱼 这个你说现在这个很嫩很好吃吗 录虚 鹿子一公斤三十五三公斤一百 他們這裡的橘子會甜嗎 都是炸的都是炸的 我一直想嘗試這個這個涼拌的雞腳 對我在我在泰國還沒有吃過涼拌的雞腳 好我買一份你去買你的 這類是串串的 賣菠蘿的 賣菠蘿的 這個市場好大 這是酸肉嗎 對 這是酸肉嗎 對 這是酸肉嗎 對 要酸肉嗎 這是酸肉嗎 對 這個是賣小魚的 他們吃的跟我們吃的不一樣 好了買完了 我們已經到蘇可泰 今天晚上要過夜的地方 來拍一下飯店 他這個算是民宿還是飯店 這個有三個樓層 然後是自家兄弟經營的 這裡是早餐 聽王大哥說他這裡的早餐 有簡易的咖啡啦 還有吐司啦 無限供應讓你吃到飽 然後停車位 還有腳踏車 飯店民宿這裡也有腳踏車 可以騎 停車位在這裡 來我們進去裡面看看 那櫃台在這裡 這是一樓房間 因為今天是禮拜二 這個本來我們是六日要過來的結果 因為他客滿 所以我們改 今天是禮拜二平常日過來 要不然可能假日價格會貴一點 那我們住的房間在二樓 水阿姨開箱 我的飯店 我的房間給你們看 你們猜猜這是多少價位 看看你們猜猜 床很大 房間也夠寬大 該有的都有 看 這裡的冰箱都很大 一般的高級一點的飯店 它的冰箱都小小的 電視 還有一個類似化妝桌 鏡子 簡簡單單 床頭有一個小桌子 床頭櫃 然後浴巾 衣架 浴室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乾濕分離 沒有乾濕分離 但是對著其他的房間 我覺得乾淨就好 乾淨就好 乾淨就好 你們猜猜 這個房間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這麼大 我覺得很不錯 這一天只要500株 500泰銖 是不是CP值太高了 剛剛在黃昏市場買了很多 要來民宿這裡吃晚餐 嗯 電風扇 看看 我們買了這麼多 藥藥啊 嗯 我們買了這麼多 藥藥啊 在素可泰的晚餐 吃這麼多 四個人吃這麼多 你不是說要吃鴨乾還是鴨蜜 我看你了